20年前出版的大台北都會區旅遊導覽手冊 來去看一下這間店還在不在吧 這裡不是那間店了 剛剛以為這種滷味的老店啊 應該是還會存在 有欸 找到了耶 確實真的蠻好吃的 不愧是40年老店 我現在在捷運東門站附近的麗水街 那我今天想要找的第一個點是 地球之愛 他說麗水街上有一間 關心地球上花鳥、樹木、海洋以及人類的店 店名為地球之愛 地點位於麗水街的七枝一號B1 現在應該快走到了 現在已經到了五枝幾號了 七枝一號應該就在前方的不遠處 找到了耶 七枝一號 在這裡 變成長舊尋寶屋 七枝一號的B1 其實這一間才是 變成 Cassie海西民店 黃雪新的這間店它有寫 海西民店 Since2002 所以它2002年就不在了耶 在這一本書發行了差不多四年後 地球之愛就換成了 凱西民店 查詢地球之愛只有找到工商登記的頁面 1995年設立 在2001年就變更為廢止的狀態了 大安區這邊有些店我知道其實還在 就像是鼎泰峰 隔壁是金石堂 這間店我知道一直都還有 就不特別去了 那下一間店我想去的地方是 也是一間看起來蠻有特色的餐廳 叫做長春藤 它在台北市永康街二巷的11號 然後是一間法式餐廳 其實我沒怎麼吃過法式餐廳 那今天來去看一下這間店還在不在吧 現在已經接近了永康街的四巷 二巷應該就是下一條了吧 欸對 二巷在這裡 11號 11號在哪裡 3號5號 所以這間可能是7號 這一間嗎 看一下它的謎片確認一下 欸不是耶 這間地址是二巷9號耶 所以是9號和11號 所以會不會這一間 這間鄰居家是9號 然後這裡是11號 會在轉角另外一邊嗎 我們過來看一下 唉唷很多樹木喔 欸長春藤耶 有耶找到了耶 一樣的名字 一樣在這裡 還存在長春藤 欸酷耶 它外面還是一樣很多的植物 它的外觀跟以前改變的其實不大 很酷耶真的找到了 二十年前到現在還存在的店家 那我們現在進去 欸你確定是從四號嗎 我怎麼講到五號 四號就爬樓梨耶 你跟我講四號 我真的走過來了 你真的都來嚇你 欸很酷耶真的找到了 二十年前到現在還存在的店家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那間店吧 GO 欸看起來全黑 現在沒有營業了 請問今天沒有營業嗎 休息了 休息了 好謝謝 剛剛查了一下它是14點休息 然後我要進去的時間已經快14點了 太可惜了 下一次再去 嘿我現在已經移動到了大安區的四圍路 那下一個想去的點呢 叫做絕佳風味 也是一間看起來蠻有特色的餐廳 然後他說店主已居住在加拿大的經驗 引進了健康複合餐 風醬燒 一種低鹽低油脂無味精 以及六種蔬菜調配而成的菜肴 看起來蠻酷的喔 在台北市的四圍路 164號 應該就是這一條路一直走一直走的右手邊 這裡已經是158號了 欸 這裡是160項2號 欸 我要找164號 165項 不是我要找到 欸 164號 欸找到了欸 這裡 164號 不是那間店了 TON TON 好可惜吃不到這一間加拿大的料理 還有一間也是異國的料理 叫做希臘小館 在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141項9號 剛剛是法式料理 加拿大料理 呼空 再來就是希臘料理 等一下我們去吃希臘料理之前呢 這附近有另外一間在書上的點 叫做老洋滷味 這本書給他很高的評價 他寫說 你知道台北市最好吃的滷味在哪裡? 問號 是士林夜市師大路還是通話街 都不是 而是這一間老洋滷味 這評價太厲害了吧 這一定要去吃吃看 台北市最厲害的滷味 現在已經走到了復興南路二段 現在來找143號 老洋滷味 看一下這邊 欸 這裡就是欸 143號 其實我剛剛以為這種滷味的老店 應該是還會存在 沒有想到老洋滷味現在也不存在了 我有搜尋到老洋滷味王的粉絲頁 最新的一篇是2018年發的 說他們搬遷到了建國南路一段 而且你看他們的電話 竟然都沒變 我之後一定要再找時間去買來吃 今天目前找了4家還5家 有一家還在啦 長春藤的法式料理 可惜今天已經過了用餐時間 好我決定我下禮拜放假的時候再來一次 嗨 現在是過了很多天之後的晚上 今天選擇晚上來這間 長春藤的法式餐廳 看一下他晚上的外觀 上次中午用餐時間太晚來了 這次晚上來 但是我沒定位 希望有位子 走吧 長春藤 好準備進去了 這裡好謝謝 現在進到餐廳裡面來了 那我先來點個餐吧 他的座位其實佈置的蠻典雅的 這是菜單 看一下書上介紹 書上是說 套餐每份830元 有開胃菜湯 煮菜甜點 水果霸吉 咖啡或紅茶 現在的套餐 已經是其他的價格了 有990的 貴的也有3000多的 我其實來之前有先上網看一下 其他人的實際 我看到有蠻多人推薦牛舌的 我有今天想點這個 現在用上方式是這個價格 就含湯品手工麵包 還有沙拉包 紅酒燉牛舌 牛舌 好啊 謝謝 桌上盤子就可以拿這邊的沙拉 好 這邊有沙拉包 這邊都是可以自取的 還有這一區 有料理 還有一些水果 甜點等等 餐廳的布置 既然它是法式餐廳 所以它這些菜料應該都是 比較偏法式的吧 應該吧 其實我也分不出來 什麼是法式 是嗎 這是法式嗎 這些都可以任意的取用 這什麼好特別喔 這是 這是茄子嗎 看它外觀有點像茄子 我今天坐在這個角落 剛好今天晚上沒有客人 我可以自己安靜的在這裡用餐 也不需要太高的磁力 就可以拍攝了 剛上了一塊麵包 還有沾醬 我先裝好了第一盤 我剛剛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只拿了菜跟玉米 還有堅果等等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不太敢拿 但是後來想想 欸不對啊 既然我今天來吃了法式餐廳 我應該點一些我平常沒有吃過的東西 所以我就拿了這個 很常的很像辣椒的東西 還有其他的 其實這些我都不太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先吃一下基本的青菜 我很喜歡吃玉米 覺得可以一次吃一大盒玉米很開心 這玉米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欸 有調味過 黃瓜 堅果 這不知道是什麼 吃起來有米飯的口感 這是地瓜嗎 對 秋葵 這味道很特別 有一種香料的味道 這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蘿蔔嗎 他的每道沙拉巴的菜啊 口味其實都滿不清淡的 還有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再來就是這一盤裡面 我最不太敢吃的一道 這一條很像青辣椒的東西 有一點辣椒味道 但是其實不會辣欸 不錯 蠻好吃的 等一下再去另外一區裝一盤 剛用其他人來用餐了 我不是唯一主客人 先來吃他附的麵包 用這個沾醬 你看 來法式餐廳用餐 不是給我一整條的那個 法國麵包 是這個 咬得動的 牛肉湯 謝謝 上了湯品 牛肉湯 裡面有牛肉塊 這個湯的味道也滿不錯的 現在又有另外一組客人進來了 所以我在今天晚餐時段 我是差不多六點半左右進來 我算找的客人 現在包括我已經有三組客人了 我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我還在想說會不會今天整晚就只有我這一組客人 看來是我想太多了 其實我來之前有先做功課 這家店啊 它是25年前旅遊書上推薦的 但它其實沒有這麼的年輕 這間店是從1980年就已經開始營業到現在 現在2020了 它已經營業40年了欸 哇好厲害喔 在這個大安區的永康商圈 可以屹立不咬40年 非常厲害 裝第二盤 因為我真的怕等一下會吃不下 所以我每一個都拿了一些 應該是都只拿了一口 我現在吃完了兩盤前菜還有麵包和湯 現在已經有點飽了 我現在不能再吃了 我怕等一下主餐會吃不下 好可以了 原來大家剛剛有先詢問我說要吃主菜了嗎 所以會等到我剛剛這些前菜沙拉爸吃了差不多之後 主菜才會上來 我還以為他做好就會上了 原來不是 謝謝 來了 今天的主餐 牛舌 蠻厚的一片欸 很香 今天的主餐牛舌上來了 來吃吧 它這一塊非常的厚實欸 其實它燉得很嫩很容易切下來 很好吃 這真的好吃 很嫩然後它味道也燉得很入味 又不會太鹹 很剛好 這道真的是實際上蠻對人推薦的 確實真的蠻好吃的 不愧是40年老店 最後一塊 吃完主菜了 還蠻飽的 很滿足欸 這是第三盤 餐後的小點 剛剛沒有拿著很像茄子的東西 還有些水果果龍果木瓜柿子 然後剛剛收錯我主餐的盤子之後啊 有問我餐後要咖啡還是茶 所以有餐後的飲料 我點了咖啡 我來吃這個很像茄子的東西 我一吃下去就知道什麼了 剛剛這是我今天吃到最驚喜的東西 我剛才放在嘴巴就一股很熟悉的味道衝上來 我想它不是茄子啊 那它是什麼我想了一下會發現是 香蕉 蠻驚喜的 而且好像連皮 我連皮一起都吃掉 我坐在店內的小角落 靜靜看著這間在大安區經營40年的法式餐廳 我幻想著它也一定裝滿了許多家庭朋友或是戀人的回憶 很慶幸可以找到這裡用餐 旅遊書真棒啊